在鹿港有一群年轻人 想要为故乡办一场不一样的艺术节 于是他们找来了朋友讨论计划 让艺术节渐渐成型 在秋日的时光鼓声喧天 一场美丽的艺术节就此展开 彰化鹿港一个身具历史的小镇 吸引许多观光客前来 鹿港青年张敬业 他曾经到国外参访 发现在历史古城举办地区艺术节 十分的温馨 于是他也想要在鹿港举办金秋艺术节 张敬业希望艺术节不只是艺术演出 而是成为一种爱护故乡的环境运动 为了实现理想 他邀请许多鹿港的朋友来加入 组成了在地团体 相互讨论激荡出不同的环境议题 形成了活动主题 提出一些大家想要解决的问题 丢出来之后 然后我们再透过我们现有的资源 然后把它慢慢的一个拉进来 那这个种种的设计其实也是透过很多集体的讨论 慢慢拉进来 那其实就是在墙壁上写那些 那些其实是我们有一段时间 只要告诉大家说 我们这礼拜大家想要什么就把它写上去 然后再拉到旁边这个 在这个规划系统里面怎么去拼凑这样子 在艺术节中 他们邀请布料艺术家林淳于 利用旧衣料的再利用 推动圣布计划 进行环保艺术的创作 其实当初是敬业跟我谈这个圣布计划 他觉得可以跟我合作 那因为我是在做手工白衬衫 那我的布料是用圣料 就是企业开发的布样去做 那他觉得这个圣布计划 跟我的精神是跟我很相仿的 透过蒐集而来的旧衣旧库 进行了不同的改造 重新制作出啤酒袋 野餐店等物件 让丢弃的布料再度获得新的利用 这个是一个库管的大小 那它其实是从一个库管剪 有横的方式上去剪 那下面底封起来之后 上面再开一个口 那往下翻之后 它其实旁边也有 我们也有自己打动一个铁盘的部分 变成一个啤酒袋 圣布计划进行的时候 邀请了许多入港的妇女来帮忙 一方面是借助他们纯熟的车缝手艺 另外一方面也扩大艺术节的居民参与 圣布计划 我只是想说我来学习它是怎么样去利用布料 结果来之后 原来它是要做这样子的那个啤酒袋 想想我自己也搞过这种事情 那就是我平常在做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一不容止过来 是这样子 在陆港游客众多 制造了许多的垃圾 台湾艺术家陈思颖和韩国艺术家曹世珍 他们共同设计干杯计划的艺术作品 来唤醒民众对环境的重视 这边的游客还就是消费能力都还蛮好 然后都会买一些饮料啊什么的 可是垃圾却到处都是 所以我们就决定要来做一个艺术创作 他们在陆港的各个街区 设置了饮料空杯的回收架 也上街劝导游客回收手中的空杯 从各个收集点回收的空杯 依照不同的地点 在缩小的陆港地图上堆叠成塔 形成了地图上耸立空杯巨塔的意象 让人感受饮料杯滥用的环境问题 I noticed that so many people are drinking beverages here so I suggested Zhang Jinye what if we make a big impressive Lu Kang Tower like Taipei 101 and then by the time I didn't really have any idea how it will be like it was quite a few months ago and he said it would be very interesting he wanted me to come to prepare for the exhibition and for the festival together 另外 Tom也收集乱丢的烟地 粘贴在一座玉山的模型上 把台湾圣山变成了烟山 让人反思烟地满街的垃圾问题 and then I saw a big big plastic bottle in the in their studio that almost half of the bottle was full with cigarette butts and that was a little bit disgusting but also I realized what if I can use the cigarette butts to make something I know that the highest mountain of Taiwan is Yu San it was kind of simple imagination what if even whole Taiwan even to the U San covered with the trash 在艺术节准备期间 工作人员与协助的志工 有餐饮的需求 团队于是推动了共食计划 减少便当盒造成的垃圾问题 同时也在吃饭的时间交流讨论 增进团体感情 就是我们一开始会想要就是办共食 是因为就是我们很多朋友 然后就是我们会一起工作 然后中午的时候就 或是晚上就不知道要吃什么 就是久了常常在外面吃粥就不知道吃什么 然后就想说 如果可以自己煮就好了 然后如果有个厨房就好了 可是就是目前我们还没有这个条件 但是我们就想说 透过这次艺术节我们希望可以试试看 就是大家一起吃饭 更重要的是 透过了共食计划的食物采购 他们更加认识地区的小农 让农民也参与了艺术节活动 我们也需要透过食物去认识我们这个地方 对就是像我们去拜访农友才知道说 其实南章话有很多好的水果 好的 然后我们这边其实也有好的稻米 并不是说就是只有污染而已这样子 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些糯农业 然后也是有很多人在种 就是比较友善的蔬菜这样子 美食一道道上桌 团队成员陆续聚集 在共食的欢乐气氛里 这群多数是来自鹿港的青年 为故乡全力筹备着艺术节 10月17日到了艺术节开幕的时刻 为了号召相亲的参与 艺术节团队在龙山四集合 出发采接进行游街宣传 一场祝福 采接队伍穿梭在鹿港的街道 一方面宣传艺术节开幕 一方面也为队伍成员 解说介绍鹿港的环境变迁 让人重新认识鹿港 到了晚上艺术节开幕 龙山四山门前的广场 挤满了许多的观众 张敬业说出了心中的感言 他表示几个月的准备 都是鹿港乡亲们辛苦的努力 为故乡来举办艺术节 艺术节虽然是今天开幕 但是在这之前的一个月期间 我们一直不断地在透过很多的社区参与 让很多的人们在这个艺术节系统中卷动起来 开幕表演的设计 邀请精湛的古乐团体 以及为了凸显鹿港的书法艺术 邀请了鹿港的书法家 在地上书写大字 进行一场古乐与书法艺术的共同创作 在听觉与视觉上展现完美的结合 书法本身是一种自我的修炼 然后是在桌子上写 或者是只是站着在桌子上这样子书写 那在这个肢体的展现其实没有一定的更扩大的一个可能性 然后借由这一次艺术节 然后可以搭配背景的这个音乐 然后做一个书法写大字的这个呈现 然后让自己让这个对这个艺术有更多的可能性 像包括肢体的展现 艺术节中透过照片与纪录片的展出 也进行了历史回顾 让年轻世代重新认识鹿港反杜邦的历史 希望形成守护环境的跨世代连结 像我们现在在一个空间里面 就是这是跟应该说人间杂志的摄影 蔡明德先生跟他合作的这个影像长 那他也很慷慨就是把他这个30年前所做的这个记录 给跟我们分享 然后让我们回到了那个场景 然后很难想象30年前的鹿港 就有这么大的集体的勇气 去去面对那个跨国的政商集团这样子 在一张张历史照片 以及带领青年重返现场的活动中 鹿港抗争的历史刻画在当代青年的心里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次的金秋电台试集 那这是我们这次金秋艺术节的闭幕重要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邀请到来自各地的好朋友 一起加入我们电台试集的行列 活动举办15天 到了闭幕的时刻 特别商请到鹿港电台的园区来举办 在这里平常是大门深锁 但目前有日式旧宿舍的文资保护议题 艺术节团队在园区的大草皮举办了野餐活动 以及环境市集 希望人们能够亲近感受鹿港珍贵的绿色空间 同时也唤醒鹿港电台老宿舍的保存问题 鹿港珍贵电台鹿港分台那边 其实很多鹿港人他们本身都没有进去过 那其实我们看到有这么一大片草地的时候 是觉得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么漂亮的地方 其实是很可惜的 所以我们就在开始想说 在这个草地上我们可以办什么样的活动 那因为我们闭幕 其实我们一开始只有确定闭幕的话是只有音乐会 然后当我们选定了这个地点之后 我们想说那我们可以来办一个电台试集 然后就找一些跟我们比较友好的团体一起来摆摊 那同时也是我想也在表达一种在地生活的理念 鹿港的金秋艺术节 今年举办第二届 艺术节团队他们不拿政府的补助 坚持以募资和创意商品销售的方式来维持艺术节的独立性格 能够有更多的环境思考 而不会沦于节庆式的艺术大拜拜 其实之前有太多的经验告诉我们说 公共的长官他可能是要看数字 看量体 然后可能需要有一些曝光 但假设我是观众 我今天看一个表演 可是我听的字词 长官字词的时间可能占据一大半 我可能就会不想看 因为我没有办法回到文化本位去思考文化活动 我认为一个地方或是一个生活圈 或是一个所谓的生活的共同体 它是要有一个机会 一段时间让这里的人都来尝试 在鹿港不一样的艺术节举办中 里面有在地青年的期待 更有地方居民的支持 想要透过带有环境观念的艺术行动 来探求鹿港未来的种种可能 Sterra